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反复复的看 有的地方还用红笔画了线 我忍不住和他又吵了一架 张华 吃饭了 那我说你听见没有 吃饭了 马上马上马上 等我把这段看完 哎呦你什么意思吗你 什么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事都不干 成天胡想八想的你 你抢这些东西能当饭吃啊 我告诉你啊 现在干什么都要讲就走捷径 捷径懂不懂 当心走到监狱里去啊 杀人是要偿命的 不要你管 不要我管 你说的轻巧 这个家要不是我撑着 你早和心里崩起了你 那卖房子的钱呢 上回你说你买水果 亏了好几千 剩下的 儿子上学要不要交学费 你妈生病要不要花钱 人情往来 要不要开销 还说买房子呢 我看你辈子就躺在这儿 等着坐吃山空了你 多多多多多 烦不烦啊 我有我的打算 还能有什么好打算 就给我一万块钱 我到上海去 我去做一笔大生意 后来呢 张华拿着一万块钱 去了上海 可他根本没有心思 做生意 他后来告诉我 说那段时间 他除了偶尔打个零工 一有空就往发廊跑 跟那些喜头小姐套近乎 寻找合适的目标 骗着这小姑娘 得花钱吧 他就借口说 生意做大了 需要钱 一次又一次的跟我要 最多一次 是那个去年 去年八九月份 他一张口就问我要 一万七千多块钱 我死活不给 他就跟我摊牌了 到底给不给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没有钱 骗谁啊 这是什么 存折上是什么 你想把家底 全都给败光了你 这往后的日子 还过不过了 你见过世面的人 两万块钱算什么呀 算你头投资好了 以后我让你发大财 大财懂不懂 发大财 我看你是发婚 你到上海这两年 往家里拿过多少钱 喊什么喊 老实跟你说吧 我的计划 马上就要实现了 什么计划 你你你坐下坐下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 你还记不记得 我上次给你讲的那个 日本人的故事 那本书我早给你烧掉了 烧掉有什么用 我已经背下来了 这两年啊 我在外头前前后后 我总共找过三四个女人 不要脸 我是不要脸 可我要钱 前面那几个女人 心眼太多 她们都太好骗 但是最近 最近有个四川妹子 相当不错 二十岁不到 听话呢 又乖巧 最重要的是 她现在已经死心塌地的 爱上我了 只要我跟她回一趟四川老家 我见一见她的父母 我们就可以结婚 我看你是发婚了吧 你 是 我是婚了 桂香 桂香 你听我说 你成全我好不好 跟我离婚 你放心 咱们是十几年的夫妻 没有你哪有儿子 我是绝对不会 丢下你们母子 你休想 我丢不起这人 桂香 桂香 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已经都想好了 咱们呢 是假离婚 我什么都不要 等我拿到钱了以后呢 我们马上就复婚 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 梁桂香 不要进手 不吃吃罚就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惹急了我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这个婚女 离 你也别离 你不离 你也别离 我不活了 你 叫人 我死漏成全 你也让你跟那个四川女人结婚 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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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 你不能死 你死了 儿子谁来养 妈谁来找 求你那个四川女人来 我不稀罕什么四川女人 我稀罕你 我想你想一想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儿子马上就要上中学了 念完中学 还要念大学 现在学费有多贵 你没有十万八万 你念得下来 念不下来 我们不能老住在这个破房子里面 对不对 等有了钱 我们马上就去买新房子 来到上海也好 来到北京也好 来到美国也好 我不信我不行 贵香贵香 你不能看着我前功庆弃啊 一个月 你只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把一切都搞定 我马上回来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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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闹 你闹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我爸死了 你听着 我拿我妈发个毒誓 要是我说话不算数 我妈不得好死 你这个不孝的 不孝的 狗 贵香 把钱给我 还有呢 我妈不得好死 不管我怎么寻思蜜惑 张华他还是一意孤行 没办法 我只好和他离婚了 他马上和那个四专女人结婚 结完婚 他又来跟我要钱 说是要去买保险 我看着他那副 堵红了眼的样子 知道一切都 无可救药了 就把家里剩下的一万多块钱 全都给他了 事到如今 你怎么想 我有恶报 雷贵香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都是事实吗 是 是 能在法庭上作证吗 能 好 今天审讯就到这 你回去考虑一下啊 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什么要补充的再说 好不好 好的 警察同志 我都交代了 你能不能放我出去啊 我还有 还有做饭给孩子吃呢 现在还不行 刘贵香 张华 知道为什么要抓你吗 三份宝蛋能说明什么 张华 你没有正当的经济来源 林梅从事的也不是高危职业 你和林梅结婚 仅仅四天 就为他购买了巨额保险 保额是常人的几十倍 你觉得正常吗 关于保险的问题 你应该跟我的保险代理人去说 你的保险代理人 已经告诉了我们 当初你是怎么买保险的 张华 你认识崔英吗 1月28号晚上七点多钟 你在胖嫂家的弄堂里 为什么想把崔英置于死地 她跟我有仇 你们不能听她一面之词的 好 就算崔英是一面之词 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那个日本人的故事啊 这个蠢女人 我早就知道事情会坏在她的手里 好 我认输 我全招 我这个人喜欢打牌 喜欢赌博 本来呢 我还以为 我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人生不是儿戏 你的赌注未免太大了吧 作为赌徒来讲 赌注大 玩起来才够自己 张华 你放老实点 林梅是怎么死的 不瞒你们说 这个问题我当初也困惑了很久 我想的我脑袋都快裂开了 要想不露痕迹地搞死一个人 确实很不容易 我本来想呢 买老鼠药 毒死她 可是我又怕 老鼠药是假的 现在假货太多 要想让她掉到河里淹死呢 谁知道 林梅的水性比我还要好 她还喜欢坐着我开的摩托车兜风 我一直琢磨着制造一起车祸 可是最后我梦见的总是我钻到汽车轱轱轱地下 而不是她 没办法 我最后只好采取了这种方法 这种让你们一眼就能发现的笨方法 张华 你还是不是人呢 你知不知道 林梅的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了 孩子 你 你骗人 林梅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肆无忌惮地去践踏两条生命 我 我依然都不知道 林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 就算他告诉了你 这场悲剧就能避免吗 你能承担起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吗 我本来不想杀他的 我一直在犹豫 我真的一直在犹豫 要不是1月28号晚上6点多 刘贵湘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是不会杀人的 你说什么 1月28号晚上6点多 刘贵湘给你打过电话 对 本来 我根本下不了手 都是刘贵湘逼我的 喂 张华 你在哪儿 我在街上 你挺潇洒的呀 陪你那四川妹妹逛街呢 你说什么呀 我在棋盘室打盘 刚刚出来 你答应我的事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少给我装糊涂 今天几号了 1月28号 你的一个月期限 马上就要满了啊 哎呦 我的姑娘 急什么嘛 是不是还有三天 怎么 蜜月过上瘾了是吧 你别忘了 你可是拿你妈罚的事 刘贵湘 你也别忘了 你可千万不要逼我 张华 你买的三份宝单 都在我手上 那又怎么样 你该耍花招 我到警察局 把你的老底全都分出来 证据呢 那本书 你不是已经烧掉了吗 现在后悔了吧 警察才没有那么笨 他们才不会相信你说的话 他们会以为 你跟我离了婚以后 你神经错乱了 张华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啊 实话我告诉你 我早把你看透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我每天强作欢笑 对你百般迁就 都是为了儿子 为了这个家 桂香 喂 喂 桂香 桂香 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你忘了一个月以前 你是怎么逼我的 既然你说话不算数 不想要这个家了 我在这里也发个毒誓 你听着 过了一月三十一日 你要是不回来 我就把家里老的 想的还有我自己 全杀了 我让你一个人在外面风流快活去 喂 喂 说 说话 桂香 你听我解释呀 解释什么 十多年的福气 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 我不像你 我说到做到 喂 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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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 刘桂香 她那么恨我 当然她怀疑的不是没有道理 要说我跟林梅一点感情没有 那是假的 一夜夫妻百日恩嘛 更何况 她是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那么让人心动 我甚至都幻想过放弃这个计划 跟林梅过好下半辈子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了 我知道 每天晚上 阿根和胖嫂 要去给老丈母娘过生日 整栋房子里 只有林梅一个人 所以我就跑回了家 林梅 林梅 你别烦我了 我累了 那我先睡一会儿吧 你看今天天这么冷 你怎么不盖床被子呢 来 我给你盖被子 林梅 死的样子很痛苦 我就把她的身子放放好 就打开了煤气 把煤气管放到了她枕头旁边 造成了她自杀的假象 你离开现场是几点钟 不知道 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脑子一片混乱 没有表 我把房子里整个的东西 全部都整理了一遍 我实在不敢再待在那房子里了 我就找了一个口罩 疯一样的往外跑 可是没跑到 弄趟口就碰到了崔英 我想我一不做二不休 我上去就掐着她的脖子 后来 后来我听到有人来了 我没办法 我只好放开了她 你不害怕 你不害怕崔英告发你吗 我怕 我真的怕 你们第一次抓住我的时候 我想 如果崔英把我告了 我死定了 我没想到你们后来又放了我 我一出来马上给崔英打了个电话 我很后悔 你后悔什么 后悔给崔英打电话 不 不是 我后悔 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 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 这是你的口供 你看一下 签个字 张华在口供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至此129骗保杀人案告破 犯罪嫌疑人张华刘贵湘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张华夫妇 张华夫妇为了几十万元的保险金 用离婚 结婚 甚至牺牲他人的生命来实施他们的犯罪计划 在保险业日趋发展的今天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灵媚啊 你死得好惨啊 救我以后怎么活呀 小潮 灵媚啊 灵媚的家属来了 你去安排一下 小警官 小警官 灵小刚 对 我叫灵小刚 是灵媚的表哥 小警官 我想问一下 我表妹的钱呢 钱 什么钱 保险公司赔的钱呢 张华被枪毙了 这钱应该归我姨妈呀 我听说能拿好几十万呢 你听我说啊 根据这个保险法的规定啊 投保人 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 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啊 疾病啊 或者残疾等等 这一系列的人身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 那 那你的意思是说 保险公司不给钱啊 对啊 怎么能这样呢 那 那我表妹不是白死了吗 灵小刚 你冷静一点啊 你们可以向法庭提出 民事赔偿的要求 那 那保险公司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张华这次的行为 属于保险欺诈行为 所以保险公司 不承担赔偿的 不行 我找他们去 我告他们去 我表妹不能白死 姨妈 姨妈 我们走 你死得好远啊 姨妈 望着林小刚 莽撞远去的背影 乔丽娜陷入了沉思 愚昧和贪婪 不仅葬送了林梅 年仅二十岁的生命 也葬送了张华和刘桂香的家庭 然而 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种悲剧 却依然在继续 在公正而严厉的法律面前 任何妄想用不法手段 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 都必定逃不过 其应有的惩罚 刚才播送的是 蜜月杀鸡第六集 真相大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